大家好,我是依孝 现在是在广西魏林的泉州 怎么进广西的第一站 现在离我的目的地广西河池 还有差不多500公里不到吧 怎么接着开 咱们在一个停车上歇一会儿 顺便给大家讲一下今天的话题 就是咱们在开车的时候 司机这个位置拍片的两个场用的机位 还有相应的装备 就是司机这个位置拍片 无非就是两个场景 一个是行驶的过程中朝前拍这个前面 行驶的风景等等 再的话就是行驶的过程中 对着咱们司机本尊来拍摄 首先是第一个场景就是朝前拍的场景 我这边用的是一个这样子的吸盘的架子 上面吸盘是在前挡风玻璃上 然后这里这些东西就可以调嘛 前后左右的调 然后下面我这边用的是一个 GoPro啊 GoPro相机来拍摄 但这种夹子 它下面也有那种手机的夹子 你也可以把手机给它夹在这边 GoPro用起来还是挺方便的 它下面这里有一个红色的按钮 咱们遇到想拍的场景了 你就按一下这个红色的按钮 然后 当然要打好提前量 因为你按下去之后 到它开始拍摄 大概有个三秒左右的延迟 然后你拍完了之后 你就再按一下 它就会关机 然后停止拍摄 这GoPro好就好在 它的防抖性能确实是非常的好 你的车哪怕再颠簸 它拍出来的画面 基本上还是比较稳定的 当然啊 咱们这边展示的架子是上面固定 然后从上往下这样悬挂下来的 还有一种前面常见的支架 它是放在这个仪表盘的台子上的 它就是固定在这边 然后你的手机是这样子放着 这样子往前去拍啊 就我感觉的话 后面这种放在这个台子上的不太好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视野会比较矮 你拍出去的画面 可能下面部分全都是你前面的引擎盖 那这样的话你的视野就不够开阔嘛 那你也不太可能说 把你的相机给它往上翘起来 这样的话你就是冲着天上去拍了 就视角就比较奇怪了 OK 然后怎么讲第二场景 第二场景就是拍什么司机本尊 那拍司机本尊最简单的方法 当然就是把前面这个镜头 给它转过来拍啊 非常的直接 这个画面就是把GoPro给它转过来 对着人的司机拍的画面啊 也能拍 但是效果品是最好 因为这样子旁边的这个风景的视域 就会非常的小 怎么看到的是一个静态的车子里面的室内的场景 一边开车一边拍片啊 咱们其实是可以同时让观众看到外面的风景变化 这样子的话你的画面才会更加的灵动更加的有吸引力啊 那所以的话这种方案并不是最好的方案 值得优化 具体怎么样优化呢 就咱们要有个机位 就像现在这样子 从侧面这样子拍过来啊 那怎么样来实现这种从侧边拍过来的视域呢 方法有很多啊 夏尔这边用的是这样子的一个装备 它上面同样是一个吸盘 吸盘吸在天窗上 然后它下面这里是几颗珠子 是可以扭动的 咱们可以把它尽量的往前一点 这样子 这样的话咱们手机就可以夹在这边 这样子来拍摄我们了 大家要注意啊 拍片的话 稳定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在车上 你一旦车开起来抖起来 画面嘖嘖嘖嘖 观众看着是非常非常难受的 所以你这上面的夹子 一定要稳定 怎么稳定呢 首先就是它固定的地方要足够的牢靠 其次你下面的这个 这个叫什么 调节的柄啊 你不能够太长 一旦长了 那它的末梢显然对吧 就更加容易抖动 所以夏尔这边用的 不论是上面这个 大家看 它虽然是可以调节 但它只有几个珠啊 还是说前面的这个 都是固定的非常牢的这种 非常短 非常短小金焊的这样子的支架的类型 一定要选这种支架类型 有了这个侧面的机位之后 那这样的话 咱们开车的时候 就不光是能够拍到我们本人 而且车窗上的风景的变化的面积 也是非常的大 看起来的话 画面就会比较有吸引力 大家看 这个就是我在车里面用 这个侧边的机位来拍的画面 那这个画面里面 在能够拍到咱们司机本尊的人头的同时 旁边的这个外面风景的变化的次域 也是非常的大的 包括前面这一小块的地方 也是能够看得清楚的 不过它也有一丁的问题啊 因为怎么拍片的时候 你最好时不时是要看一下镜头的 这样的话也是跟观众的一种互动 以及尊重 那这个侧头的话 就会比较的麻烦比较的累 而且也有一丁的安全影块 我基本上整体也还可痛啊